好了 接著最興奮的部分就是雷品 其實我真的很喜歡說雷品 因為感覺就好像說了一些 一些縱服的東西 不想再有其他人縱服 因為有很多銷售所有東西 令到大家覺得很神奇 或者是不斷扔錢下去買 其實我也有個series 是說這個縱服系列 其實我一直都繼續想拍下去 不過這個就是一小部分的這個系列 我想說一下SK-II的CC-Cream 其實我自己沒有用的 因為SK-II的產品 其實我一向都用不到的 甚至是Puterra 不是說Puterra不好不好 只不過是未必那麼多人 會用這些酵素的成分 但SK-II其實很多人都聽過 水人過膏或者其他成分 都真的比較刺激 想說一下這個CC-Cream 可能他還是很多人都會用的 一些品牌 這個就是我朋友給我 其實他自己本身已經用了很多SK-II的產品 都覺得是OK 在他的皮膚上是沒有問題 沒有敏感的 但他用了這個CC-Cream 一開始是很漂亮的 用了一個禮拜之後 他忽然之間是爆了一些超大的瘡 沒有濃的瘡 所以他已經是一個護膚的經驗 我自己覺得他用了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可以review 雖然他不是高貨的 但他真的試了很多東西 他說這個Cream 一用都已經是爆了 之後他自己都要用了頗長的時間去 令它平復 所以他第一時間拿給我 就說不如來拍一下review 太恐怖了 我看到的照片是一塊一塊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 另外我想說 這個就是我自己買的 就是一個Balm Balm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 是英國的品牌 因為我是很喜歡用一些Balm的東西去洗臉 因為我覺得是很乾淨 而且是可以很mild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我用Emma Hardy的Cleancing Balm 很多人用的都覺得很好用 另外也有問我Evilom好沒有用 Evilom是有抗蜜油的 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實這個我也很想再說 不過遲些可能在Cleancing Balm那個 一個video裡面 就綜合再說一次 那我這次就試這個Balm Balm 我用了第一次已經是 不行了 感覺是他又想爆粒 還有感覺上皮膚有點失衡 是很快就有reaction 對很多東西 所以我想都好的 然後不用等我用很久才知道 那他用一次已經覺得有點不對勁了 所以沒有用了 可能又不是每個人都會有這樣的反應 但是我自己就是用了會這樣 看過所有成分 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雖然是有Lin-A-Low Lin-A-Low是一個 有一點點刺激的成分 但是就 其實很多都有 但他就不太能力了 在我臉上 另外想說的就是 一個雷品 Beauty People 這個是韓國牌子 我想很多人都見過 其實這個就是我一個訂閱 他給我的 他用過之後就敏感了 用完之後覺得很敏感 其實它是一個gel狀的面膜 一打開 很大股味 很刺激 很攻鼻 其實 其實就 我想很多人 尤其是敏感皮膚 如果 看到這些味 可以被枝刺的了 因為他很厲害 都一定會 不行的 就是敏感皮膚用的話 那不是敏感皮膚 可能就覺得 很好用 我不知道 其實它裡面的成分 是很不行的 真的很多chemical 那他就 買到很紅 可能很多人都有留意到 那就是 如果你是敏感皮膚 那你就可以 reference 那 那今天的video 就到這裡了 其實還有很多話想說 真的很多話想說 那 希望又可以快點再拍片 那有什麼問題 隨時Whatsapp我 或者Facebook我 那 對 遲點見啦 Bye